台中线有一名陈信男子因为朋友在山区被虎头封给遮伤 他连夜赶上山区救人送医 自己却不慎连人带车 衰落到300公尺深的山谷 奇迹似的他自行爬上陡峭的山谷来求救 陈信男子被送进医院的时候全身都是伤 衰落山谷后他昏迷十个小时 半夜被冷醒 想到了自己是担心爸爸儿子没有人照顾 就认着痛硬是爬上坡度80度的陡峭山来求救 结果奇迹似的生还了 而被虎头封遮伤的朋友满怀歉意 不过幸好大家都平安无事